首先如果你是搭飞机到北京的话 你可以先搭机场线到东直门站 费用是25人民币 然后再转搭地铁到住宿的地方 那因为呢我是先飞到天津再到北京的 从天津搭高铁到北京呢 就会到北京南站的 然后可以转地铁到住宿的地方 那至于交通出行的方面呢 可以下载个百度地图或者高德地图 像我之前下载的百度地图呢 我就会把所有有兴趣的景点先标记起来 那之后安排游玩路线就会比较方便 而且北京呢非常大 透过百度地图呢 你可以大概估算你抵达的时间 因为有时候看起来没有很远 可是呢随便出去也是30分钟至1个小时的时间 那至于出行方面呢 你可以在地铁站买一张交通卡 是50块人民币 里面有充值30元 然后押金是20元 如果你觉得很麻烦要退押金的话 你可以不用买 因为呢如果你搭地铁的话 你可以在机器买票 但是如果你搭公车的话 就要多准备一些领钱 一般是2元一趟的 北京的住宿价格比起其他中国城市来的贵一些 第一次来北京的话呢 住宿我就推荐在前门的附近 这边呢就是最热闹的前门大街附近 附近呢有很多景点 就是走路可以到故宫和天安门 但是呢这里毕竟是游客的黄金地端 所以这边的住宿价格会稍微贵一点 但只要不是离中心太远 住靠近地铁的地方呢其实都很方便 其实北京的景点实在是太多了 加上一些小众的景点 需要看你在北京待的天数 还有依据你的个人喜好来安排行程 那因为呢我喜欢先逛博物馆再走景点 这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是和毛泽东纪念馆天安门 故宫还有王府井是在一起的 所以这边呢可以一起逛 那天安门呢每天都会有升旗仪式和降旗仪式 其实呢很多人都会在清晨 就到天安门广场等待升旗仪式 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如果你真的想看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在热络的时刻 到达天安门广场 然后看降旗就可以了 之后呢还可以走到王府井 王府井呢就是北京比较有名的商业一条街 那边可以吃吃小吃 第二天呢就可以去故宫 故宫呢算是北京必到的景点 要去故宫的话呢建议早上去 可以避开一些人潮 然后最好呢先做好路线图 关于故宫的路线连接呢 我会放在下面 那游完故宫以后呢 建议从后门的神武门出来 到景山公园 这边呢就可以爬上去 俯瞰整个故宫的全景 然后结束后呢 还可以大公车到前门大街 前门大街呢是个很热闹的游客聚集地 那边呢就可以去吃个北京烤鸭 接着第三天可以去 颐和园、圆明园、清华、北大 还有中观村的 颐和园是清朝的皇家行宫 还有大型的皇家园林 是北京文化遗产之一 然后当季的门票呢是20块 旺季是30 那如果你要买套票的话呢 要另外加到30块 但是颐和园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你是安排一整天 在颐和园的话可以买套票 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买门票 然后里面有兴趣的景点呢 再分开买票进去就好了 那颐和园附近呢 就有一个圆明园 圆明园呢是曾经辉煌的 大型皇家公园 可是在1860年呢 被英法联军稍微挥进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火烧圆明园 现在呢是一个遗址公园而已 我个人觉得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就没有进去看了 那如果你是对中国最高学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清华或北大参观 但是要注意的是 现在呢只是开放周末给游客参观而已 接着就是中关村 中关村呢就是传说中的创业谷 也号称是中国的戏谷 那另外一天呢可以选择去公王府 南罗古巷 石刹海还有后海的 公王府呢是我觉得北京除了故宫以外 绝对不能错过的景点 里面的历史呢实在是太丰富了 一坐公王府呢就有半部清代史 而且呢公王府里面的人潮 其实不比故宫的少 所以呢我建议是找上去 然后它的门票呢是跟故宫一样 是40块人民币的 那公王府逛完之后呢 附近就是有一个南罗古巷 南罗古巷呢是北京的老胡同商圈 现在呢已经变成了集满游客的老街 里面呢有很多胡同 但是呢其实南罗古巷并没有那么好逛 因为太多游客 往北走就是北罗古巷 那边呢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少 然后北京呢其实有几个海 但是呢其实北京不靠海 所谓的海呢就是胡的意思 就有北海、中南海、前海、后海、石岔海 这些海呢在冬天的时候都会结成冰 然后石岔海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一个超级无敌大的溜冰场 那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去后海的酒吧街喝一杯 几乎每一家的酒吧都有人在住场 那看完了很多古迹以后呢 那接下来就来点时尚了 这一天呢你可以去七九八艺术区 鸟巢还有山里屯泰谷里的 七九八艺术区呢是一个旧场区改造的艺术园区 我闻青很适合拍照逛展览 接着呢就可以去奥林匹克公园看鸟巢和水利方 但是呢鸟巢和水利方呢都是晚上打灯了比较精彩 白天呢真的不怎么样 那接着呢可以去山里屯的太古里 这里是北京最潮最时尚的地方 有各种名牌汇聚在山里屯 如果想来一场奢华的雪坪的话可以到这里了 然后接着呢另外一天呢我就去了 比较没有那么热门的牛街清真寺 古载建筑博物馆 还有比较有名的天坛 这三个景点呢是在一块的 牛街呢是北京的清真一条街 那穆斯林居多的街上呢都是卖牛羊的 所以叫牛街 牛街很热闹 除了卖牛羊以外呢 还有很多大排长龙的清真高点 那牛街呢有个很有名的牛街清真寺 是采用汉族传统的建筑形式修建的 是北京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间清真寺 但是呢进入里面呢记得不要打扰到宗教仪式 那在离牛街不远呢就有一个古代建筑博物馆 北京呢其实是一个古代建筑汇集的一个城市 有长城、故宫、四合院、胡同 那这些建筑呢在博物馆里面都有展出 如果对古代建筑比较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边看看 门票呢是15块钱人民币 那再来呢就是天坛了 天坛是北京的地标之一 也是古代天职、东智会来祭拜的地方 天坛公园很大 大概是比故宫大四倍左右 但是呢主体建筑呢就只有几个 那大家通常看到这个建筑呢 都以为是天坛 那它其实是天坛公园里面的一个建筑 叫做奇年殿 其实这个圆秋呢 才是真正的祭拜地方天坛 那淡季的门票是10块 套票是28块 旺季的门票是15块 套票是34块 那在这边呢建议你买套票 不然其实什么都看不到 那这个逛下来也差不多一天了 那接下来一天呢 可以去天坛相对应的地坛 还有雍和宫、孔庙、国子建 跟五道银湖口 地坛呢是古代皇帝下至祭神的地方 我是去了天坛才知道有地坛的存在 所以出于好奇心来看看 那地坛公园的范围很大 虽然没有天坛大 但是呢没什么游客 收费也很便宜 就门票是2块钱人民币 然后里面的景点方泽坛的门票呢 是5块钱人民币 那接着呢就来到了雍和宫 雍和宫呢是以前四爷雍正的府邸 也是乾隆皇帝住过的地方 后来呢改造成藏传佛教的寺庙 香火呢非常的鼎盛 里面呢是拒绝自带外乡的 但是提供了免费的环保乡 门票呢是25块钱人民币 那距离雍和宫走路大概5分钟时间 就是到了孔庙 孔庙呢是元明清三代皇帝 都会在这边祭拜孔子的地方 孔庙旁边呢就是国子健 是元明清三代最高学府 相当于现在的大学 这边呢可以了解中国考科局的教育制度 如何演化而成 然后呢也可以看以前的书生 是如何寒窗虎读 然后考上状元的 然后呢国子健跟孔庙的门票呢 是一起购买的 票价是30块钱人民币 参观完毕以后呢 走回地铁的路上呢 有一个北京具有特色的胡同 叫做五道银湖口 这边呢比南罗古巷还亲近 里面呢有一些文艺的小资咖啡馆 还有一些独立品牌 是文青喜爱的小胡同 那以上呢就是北京市内 比较有名的景点 如果冬天在北京的话 你可以去滑雪场滑雪 北京有许多近郊的滑雪场 加上北京即将在2022年 举办冬季奥运 滑雪就成了大家冬天喜爱的运动 我呢就在去哪儿的网上买滑雪场 以热票体验一下滑雪 那另外还有就是很多人 来北京必到的长城 其实我没去过北京的长城 所以没有办法 跟大家做太多的分享 但是去滑雪场的路上 有经过长城 那北京呢就有三大长城 开放参观 巴达岭呢是最有名的 也是游客最多的长城 木田谷呢则是比较偏远 但是是背包客最爱的长城 因为游客比较少 风景也好 然后也可以避开人群 另外呢司马台呢 则是被评为 这三大长城里面最棒的 因为它没有大规模的修缮 然后比较显得有一些历史感 北京的饮食消费呢 比起其他中国城市贵一些 毕竟是一线城市嘛 那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烤鸭 全聚德和四季名符呢 都是比较知名的烤鸭店 但是呢价格就比较贵 我去了一家呢 就是在前门大街 叫做菊气的店 里面一只烤鸭是178人民币 半只呢是98人民币 味道还不错 然后还点了几道北京菜 就麻豆腐 这个呢是豆汁的渣 但是咸咸的味道很好 然后这个是炸罐肠 也是北京的小吃 它是用猪肠提炼出来的油炸成 那它是配上盐水和大蒜汁一起吃的 另外呢早餐可以去吃庆丰包子 庆丰包子呢是北京的包子连锁店 据说它的炒干也是很好吃 是用各种内脏加上蒜调味而成的 一种北京小吃 那另外推荐的呢 就是护国寺小吃 它是一家清蒸的糕点小吃店 里面呢有最道地的北京小吃 推荐驴打滚跟豌豆黄 那我也在里面点了一碗 每个人说来北京一定要挑战一下的 豆汁配胶圈 那据说天涵的老池口豆汁 也是大家强推荐的 各位也可以去试试看 那聚宝园呢是北京第一家清蒸火锅店 这家的火锅呢 是用炭烧起来的北京老火锅 但是呢人真的是很多 排队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 要来的朋友记得 在还没肚子饿之前就来排队了 但是呢依据我个人口味 我就觉得清淡了一些 那也可能是我口味太重了吧 还有就是北京到处都看到了糖葫芦 前门大街呢一只卖15元 牛街卖5元 然后经过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摊 卖3元 那你就自己看着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